在近期这炎热的天气下 小半天使马公园内的合金鹰 却又再度盛开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欣赏 能在这时间点欣赏到樱花 民众也都是哲哲称奇 竹林测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连建新也指出 司马公园内的合金鹰 每年都会盛开两次 今年花期也有所提早 且樱花花形更深往年 朵朵都相当饱满 欣赏起来更是好看 小半天司马公园的合金鹰 那往年都是在 大概是八月底 才开始在开第一朵花 那么今年的合金鹰 提早了大概二十天以上 那就说在今年的八月初 就开始在开花了 那现在是大概开了四成 是很漂亮的时候 那今年的花的特性 跟往年比较起来 特别的肥大 那个花的花瓣特别的大 那赏花赏起来特别的舒服 而为了推广今年盛开的櫻花美景 在九月十二日也将办理一场 秋莹花线茶香音乐会 也欢迎民众能够一起前来 共享盛举 你看秋天开的櫻花呢 朵朵开呢 好美好娇艳 我们不用去日本哦 我们修半天这 你看我们哪有这么漂亮的櫻花 九月十号 在秋莹下 然后赏灯 然后还有音乐会 可以欣赏 我那天也会来哦 期待大家一起通详哦 议长和盛丰肯定竹林车区的用心规划 也要请民众能够把握花旗 前来入股小半天司马公园 欣赏盛开的櫻花美景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导